但是他们都让你收腕脚了 然后我还是一个手拿 他会选择这样的 诶 诶 好 可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这条腕脚吗 好 看我现在 好 这款腕脚呢 是这个浪秦万脚里面的最新款 这个新型酒 这款腕脚 这是最新款 新型酒 对 你觉得这条腕脚是新型酒 其实我和浪秦 在很久很久之前有一段自己的故事 对 在我18岁那年 其实我考了中国民族航空飞行学院 对 然后刚好也是我18岁 我哥哥当时送了我一款手表 对 就是浪秦手表 因为他说飞行员都会 基本上都是浪秦的手表 所以在我的脑海中 我觉得浪秦手表 其实就是和飞行员 是有非常相关的这个意义 对 然后包括这款手表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他有非常超大的这个表冠 包括加上浪秦的标准性的 这个蓝色的底盘 加上他这个有夜光的这个直线 会让你在很在不管在任何时候 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 你要看到的时间 对 对 就是浪秦手表 刹导先锋精神 你觉得对于年轻一代来讲 如何理解呢 什么是先锋精神 我觉得先锋精神是一种不屈不服输 不认输 然后对于自己的初心保持着一堆信念的一种精神 对 不管在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勇于探索勇于去突破自己 这样一系统 对于我来说是有先锋精神 你说现在你已经成团一年多了 然后你觉得这一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其实这一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 对 反而会让我觉得在这一年中 我更加的坚定的自己要在未来的 在这份工作里面在这份事业里面 我更加的坚信的自己要 我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也让我更加的坚信的自己的心中的一些信念 对 我觉得这一年对于我成长最大的其实就是这些 那你觉得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我更加的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我也更加清楚和知道了自己 未来要去发展的路上 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挫折 或者是一些困难 但是因为就像拥有先锋精神一样 不会服输 对 其实你最近也在支付拍戏 然后演戏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的 其实拍戏 可能在刚刚开始拍戏的时候 大家会遇到一些 就是可能 因为从舞台进入到影视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的确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但是我觉得 每一个过程每一步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吧 我觉得每一点都是对于我来说成长的印记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和新鲜的感受呢 我觉得我不管是遇到的导演也好 还有我的拍摄的小伙伴们也好 还有不管是前辈们也好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照顾我 对他们也知道 可能作为一个在影视上面的一个新人 他们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去学习的 他们也会非常有耐心的告诉我 可能在某个地方 你可能更加需要注重什么东西 或者是更加的去 让自己的这个点放大 对 情感更加放大 对 对我在拍戏带入角色的地方面很有防处 对 那未来特别想挑战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没有说一定要去挑战某样角色 其实我觉得作为在影视圈的一个新人 我觉得 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去探索去学习的 我有很多东西是想要去尝试突破的 对 所以我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而是更多的想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 一种 戏录也好 或者是一种 演绎的这个 一个人生也好 对 所以我是充满了期待的 那说过一条表 那就是说表的话 有没有什么些时尚的搭配小品 其实我觉得手表要配合 这个当天的穿着或者是出席的活动而定 我觉得像浪琴的这款清新手手表 其实它在复古的情况下还带着时尚的感觉 其实年轻人会非常喜欢这样的人 就包括我 我是非常喜欢这款手表 原因就在于它其实 并不是只是单纯的一款手表 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元素 包括它的一些蓝色的底盘 包括它的一些纸针 我觉得其实就是 时尚且复古的一种手表 对 那接下来有没有情况 后面的公式计划当然也还有 但是呢 可能因为一些行程上的一些情况 还不能完全的公开 对对对 好 谢谢 谢谢